第九十八章 不为人知的隐秘 远景帝首当其冲 在强大的气机波动中跌坐在地 高抬剧烈震动 按上列祖列宗的牌位纷纷倾倒 继品 供气散落一地 飞溅的瓦片有部分砸在了远景帝的身上 场面瞬间大乱 周边巡逻的禁军飞快收拢阵营 涌向桑博 戒备在湖边的打羹人奔向祭祀队伍 保护皇室和文武百官 有刺客 保护陛下 保护皇后 保护公主 保护首府 人影闪烁 打羹人奖们的十位精罗 禁军五位中的高手 宗室里的高手 就那么一瞬间 起码有数十名高品舞者腾空而起 在高台 在曲折长廊落定 将远景帝严密保护起来 骚动只维持了短短十几席 因为那道战破云霄的剑气快速消散 湖水恢复了平静 并没有刺客 随着风波的平息 四处都很稳定 没有出现伤亡和可疑人物 魏渊是负责祭祀安保工作的头目 沿着曲折的水面长廊 大步登上高台 躬身坐一 微臣失职 微臣该死 此时 远景帝已经恢复了镇顶 只是经历了这件事 他那点淡薄的仙气 已经从眉眼间彻底消失 他不再是修道二十多年的道人 而是手握权柄 深不可测的威严帝王 远景帝沉声道 所有人退出祭台 不得靠近 包括未冤在内 众高品舞者起身应诺 远景帝证了正衣冠 胆去滚符上的灰尘 神色严肃地推开庙门 进了里头 柳树边 吼了一嗓子的许七安 再没有听见诡异的呼救声 随着时间流逝 他的精神得以安稳 脑袋仍有创伤后的阵痛 但已不再如之前般难以忍受 这时候 他才有精力去观察四周的情况 身边的同僚早已离去 把岸边的文武百官和皇室 宗室人员团团互住 高台上空无一人 但曲折的长廊 占满了高品舞者 为首的是未冤 远景帝不知所踪 最让许七安诧异的是 那座传说中供奉着神剑的庙宇 屋顶处防粮折断 出现了一个大窟窿 祭组出了问题 桑伯的秘密重现于世了 许七安心理念头飞快闪过 一边按住胀痛的脑袋 一边向大部队汇聚 因为打更人的身份 他没有受到阻拦 你怎么回事 宋廷风审视着新同僚 身体状况如何 宋廷风没有把桑伯胡的异状 与许七安之前的反常联系在一起 这就好比你不会把一个弱姬的咆哮 和时机大地震联系起来 这几天练功太勤快 受到了反噬 许七安找了个合情合理的解释 接着说 好在已经缓过进来 对了 刚才发生了什么 不知道 宋廷风摇摇头 一边扫尸四周 摆出戒备姿态 一边低声道 永镇山河庙忽然炸了 庙里冲出一道剑气 引得整个桑伯沸腾 宛如地震 但看现在的情形 似乎不是刺客 许七安目光再次望向高台 那座庙顶的窟窿 是被剑气洞穿 神剑有着威力 那刚才向我求救的 肯定不是剑灵之类的存在 他垂眸片刻 收敛了所有情绪 沉淀了所有想法 然后匆匆赶到长公主附近 抱拳道 长公主无恙 场面已经恢复秩序 各处虽有交头接耳 但大体很安静 都在等远景递出来 许七安这一嗓子 引得周围的人纷纷看过来 有打耕人同僚 有晋军 有太监 也有长公主 以及他身边的皇室宗亲 长公主没眼生的艳丽 神情却如霜雪 脚脚清冷 她歪了歪头 秋水般的眸子里映出 许七安的身影 声音有着浴室碰撞的冷脆 无恙 许七安如是重负 悲职便放心了 她见好就收 刷了一波存在感后 立刻就退开 一丝不苟地戒备四周 怀庆 这小铜锣对你甚是仰慕啊 一道柔味的嗓音响起 是长公主身后的二公主 怀庆是长公主的封号 但她更喜欢外人称她为长公主 远景帝曾经评价过这个长女 好胜心不输男 霸道不输阵 二公主容貌极美 圆润的脸蛋 点缀着一双明艳的桃花眸 红唇鲜艳 一拼一笑之间 总流露出多情的妩媚 与长公主是截然相反的两个美人 姐妹俩关系一直不好 长公主淡淡道 仰慕谈不上 知恩图报罢了 许七安在四天见的铺垫 以及刚才的姿态 成功在长公主心里 树立了知恩图报的形象 二公主眼嘴轻笑 怀庆姐姐的魅力 京城上下皆知 云路书院的学子 对你如痴如醉 读书人尚且如此 何况是打羹人呢 其他皇子皇女 兴致勃勃地吃瓜看热闹 对于二公主免礼藏针的言辞 不做评价 临安 东宫太子皱了皱眉 训斥道 肃敬 临安是二公主的封号 面对兄长的呵斥 她撇撇嘴 翘生生地垂手力 摆出端庄优雅的仪态 皇室宗亲都知道 长公主和二公主不合 长公主是皇后所出 二公主是陈贵妃所出 地位还是有差别的 不过贵妃比皇后更得宠 年少时 二公主喜欢挑衅长公主 处处找茬 本是在寻常不过的天界勾心 然而 长公主偏是个霸道 且特立独行的 她让侍从擒下二公主 侍从不敢 便自己亲自动手 拎着一卷竹茧 追着二公主打 从南打到北 从北打到南 宫里的丫鬟侍卫不敢拦 最后惊扰到了修仙的远景帝 陈贵妃带着鼻青脸肿的女儿 控诉长公主 远景帝打算言成长公主 喊她去御书房 长公主早有准备 带着礼记 通点 功率等十几套书 往御书房逐一摆开 引经典剧 感慨陈词 最后打赢了官司 远景帝郁闷的盼长公主 无罪释放 自己闷头回去修仙 成人之后 长公主便内敛了许多 永镇山河庙 穿黄袍带皇冠的威严男子 主见而立 庙门紧闭 远景帝 站在开国皇帝的法乡前 无声地凝视着 那柄布满灰尘的铜剑 一品又怎么样 本该有漫长寿元的你 还不是受到人间气韵所累 又比普通人多活了几年 远景帝像是在自言自语 又像是与这位 六百年前的老祖宗交谈 我二十岁登基 打败了所有敌人 坐在那个位置上 无人再能与我并肩 可最后我才发现 最大的敌人是时间 远景帝缓慢一开目光 低头凝视着脚下的地面 看了许久 接着 他开始检查庙里的摆设 甚至登上神坛 大不禁地触碰先祖法乡 触摸那柄黄铜剑 这个过程细致而漫长 最后 远景帝如是重负 吐出一口气 他表情变得轻松 跪在蒲团上 朝开国大帝三败九寇 然后离开了永镇山河庙 远景帝站在高台 俯瞰着文武百官和皇室宗亲 声音如木骨沉中 祭祖大典继续 他没解释刚才的异常的原因 进军五位和打羹人重新散开 有条不紊的恢复秩序 巡视周边 一列列宦官低头挤走 清理高台上的碎瓦 奋俭贡品贡器 以及皇室列祖列宗的牌位 许其安重新回到了站岗位置 心里嘀咕着 很奇怪啊 按理说 祭祖时遇到这种事 是大凶智之呸 大凶之兆 远景帝应该勃然大怒才对 可他对此 似乎有一定的心理准备 没有怒斥卫攻和禁卫军统领们 嗯 不一定是心理准备 而是知道一变的真正源头 然后 这又是不能在公开场合谈论的东西 桑伯胡果然隐藏着 不为人知的隐秘 fill 入里 和放口 如果作为车的线 顶日 成为 柳一 崖顶 或ue 未经许的隐藏着 千keeper 说 感谢观看